甜蜜女人家 看职场新鲜人高安妮 面对波警器的大环境 如何突破起新2K的魔咒 并且在爱情世界里 寻寻命运真命天子 最优秀的谢剧选择 甜蜜女人家 甜蜜上映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谢谢你呢 你一看你第一份薪水是多少钱 其实我从来没有找过工作 因为我小学四年级 就立志以后要当歌星 所以全班都知道 这个人以后要当歌星的 所以我就歌唱比赛 然后不过刚刚开始 那几年也是很少钱 大概都才一万多块 因为还没有什么知名度 赚的钱也是很少 那时候通告费好像是 一集一次七百块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 台式那个时候 所以也是赚很少 那我觉得我开始变赚多 是因为 我开始有投资我自己 我有一点逆向 就是我那时候只赚一万多 然后我就开始 没有人教我 我就去刷卡 然后去学 学插花啦 学什么小说创作啦 然后后来什么成功学啦 公众也说 然后我发现我学费交的越多 我赚钱的能力真的有逐渐的 一直堆高 所以算是累积 越充实自己就 对 越容易被 所以我发现刚才 每人讲那句话很重要 没有用不上的经验 所以我后来发现 我自己遇到东科大火 还有商业被诈骗之后 所有我过去学到的 每一样才艺 我全部用到了 所以我也出书 我也演讲 我也开课 我也可以教学生插花 甚至做包装 全部都用到了 可是四姐姐 你这个是算是出社会之后 然后自己去学 你觉得可能会来 有机会的这个才艺 但是有些状况是 比如说像这个曲所长 是你读到了一个硕士 然后你回来之后 你突然觉得 环境好像是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你们今天发他来 真的很奇怪 他们有吃苹果 对啊 对啊 他是在国外读书 我吃苹果啦 他从小 巧克力吃到兔 对 没有可是我要说一句 美人姐刚刚讲的 没有用不到的经验 那我也有 我也有经验 就是吃巧克力度的经验 其实我在 我念完那个硕士的时候 在纽约念完硕士的时候 我1990年拿到硕士 可是你知道 可是我在纽约 我们家里面 有佑人又有司机 其实我 我其实不用工作 然后我又很喜欢 穿漂亮的衣服 那每次去纽约逛街 尤其在那个第五大道上 有一家很棒的店 叫班尼顿 Sats of Bennetton 对 Bennetton那个店 那我就很爱去买 他每一季的衣服都要买 它漂漂亮 全身都是 每次去逛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店里的店员 好酷 好有style 还有态度 每一个你进去 他们都这样 都爱理不理 都这样 这样转转的 我就说 我如果能够穿我家里 买这班尼顿的衣服 然后在这里工作有多好 所以有一天去逛街 买完衣服之后 拿大包小包 我就到那柜台说 你没有缺人啊 我说他们说 我不知道 你就留个资料吧 我就留了 留资料之后 没什么两天后 就接到电话 他们说 你有沒有興趣來面試 我說怎麼可能 一定要去 馬上坐火車坐到紐約市 坐到那個店 然後到紐約市到那個店之後 我就面試 面試之後想說 他們一定會顧我 因為他們第一句話說 你有沒有經驗 我說沒有 他說你工作過嗎 我說沒有 他說你住哪 是住紐約嗎 我說沒有 我住紐約州很遠 他說唉唷 結果沒想到隔兩三天之後 我又寄到電話 他們說 Yes 我們你錄取了 我說哇太好了 什麼時候開始 他說禮拜一就來吧 我說沒有問題 禮拜一我一定會在那個店門口 然後進去 然後很有態度 然後在那個櫃台那個地方 操作的那個收銀機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最愛收銀機 因為收銀機 小時候都會帶一大串鑰匙 這樣嗶嗶一樣按一下這樣 然後很酷 它等於是整個店的精神象徵 我說好 就禮拜一 我就到了那個店了 你知道嗎 穿得可美了 漂亮亮亮 把我全身半年都穿在身上 一進去 他們說你來報到 我說是的 我就要走到那個地方 他說不 修銀台要三個月才能碰 那我說那我今天要幹嘛 他說你到地下室去 數貨貼標籤 怎麼可能 沒有冷氣 然後就在屋頂之地圍下去 你知道我看到幾十個大紙箱 都從伊拉運過來 我要把那個紙箱的刀片 輕輕割開 裡面有多少塑膠袋 裡面包滿了衣服 我要一件一件 把那個塑膠袋撕開 把一個一個衣服拿出來 再把塑膠袋疊好 再把幾張割平疊好 放在下面 我大概前兩個禮拜 就在那下面活的 每天生不如死 然後每天流的都是汗 我覺得我瘋了嗎 結果到第三個禮拜 他們說你終於可以 從地上來了你知道嗎 你終於可以 從悲女做成那個小丫鬟 我就上來 我就說好 這次我終於可以 碰那個收銀機了吧 或站在店門口吧 不行 他們說請你來疊衣服 怎麼可能 我家自己有用人 我還要疊衣服嗎 我疊衣服都不會疊 我問他怎麼疊怎麼疊 他們說沒有關係 我會訓練你 這一整個禮拜 只要台上有人摸過衣服 你就疊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才發覺消費者 多件 多插件 他們記得買也要拉 不買不穿 還要去翻下 所以我每次在旁邊 我想說你千萬不要摸 還要摸了 然後就弄一弄 你知道 可是我們這個店很要求 一定要這樣疊 又這樣疊 後來那一禮拜 訓練我非常會疊衣服 而且我疊得非常快 有時候那一整疊T恤 你永遠疊不完 你剛疊好旁邊又落了 一大疊 然後又抱給你疊 我就疊疊疊 第二個禮拜 第三禮拜過去之後 我想說好 我終於可以熬成婆了 果然 到了最後第四禮拜 他們就說好你來吧 我說做什麼 他說你可以做銷售 你可以賣東西了 我就好高興 我說哇 就在那個地方 就要賣賣賣 可是你知道 進來的人 全部買的是我要的衣服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在那邊藏那個衣服 我就把我最喜歡 藏在那個衣架最後面 或把它疊在最下面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 我在那個店裡 每天都很慌 然後有一次 我記得進來一家人 但是中東的嘛 皮膚比較深色 好有錢 就把那一整排都買光 你知道我捏多活 大家想說 我在家都有人伺候我 去逛街都有人伺候我 我還要來伺候你 後來第四禮拜做完之後 我就受不了了 然後他們就說 你下禮拜再來 我們就要付薪水 結果下禮拜我就沒有去了 所以呢 沒有薪水嗎 就是這樣 因為我就很火大 回家跟我弟 我就跟我弟說 我說二姐我做不了了 我說我沒有辦法了 我說我真的沒辦法再去 他說那你不領薪水 我說那個錢我也不要 我受不了 結果最後一個禮拜 要去領薪的禮拜 他們就說 怎麼會那天沒有來上班 他們就打電話一直到我們家 我就不接 我好怕 然後第二天他們打電話 不接第三天我弟就接了 我弟就騙他們說 我二姐你知道他來這邊工作 結果就重病病發 現在就缺水 整個人就是送到急診室 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再來 也不能再來領這個薪水了 你知道後來 我有多久都不敢去逛那家店 每次經過我都還在繞到旁邊 再繞過去 可是那就是我第一個 真正的一個很短暫 大概就維持了四個多禮拜的 一個工作經驗 沒有薪水 可是 我沒有領那個錢 你今天來是在嘲笑我們大家的 不是 我試得要很努力 可是他們一直不讓我上去 就因為這樣我在下面 我整個人都慌 就跟以前我在購物的時候 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可是我看到了另外一個生態 他們其實是很努力很拼的 要慢慢慢慢往上爬的 可是像這樣的工作內容 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 可以啊 我以前一直拼 對啊 我們以前劇團的時候出來的時候 也是我們每次演出要裝台要幹嘛 那個也是 然後我們早上一定是很早就要去 把那個東西搬出來 然後上車 然後到那邊去 自己裝台 然後自己鋪地板 然後整個在演 以前到現在 到現在是 當然演到後來就變成 我們不用做這些 可是 都會覺得好像是應該的 但我那時候不知道啊 我以為就是 我可以就是 到那個櫃檯 就掌整家店 可以說 喔你過去你去疊衣服 喔你那邊有衣服 你趕快去賣一下 快點 我給我錢 你知道就按按按 好刷卡 我以為我要做 這個根本就不可能的 沒有三個月不可能的 那月兒姐你呢 你的第一份工作 這題應該給上線問了吧 懂 不好意思 那月兒姐 你那時候有那麼辛苦嗎 有 差不多 他其實 他問題不完整 你幹嘛 請問一下月兒姐 你第一份薪水的時候 有像 他們前面所講的那麼辛苦 而且第一份薪水大概是 領多少錢 他們要講很辛苦 他們沒有很辛苦啊 就是 怎麼要看 我們幫他剪接 先剪他 他們是誰啊 就看美人姐啊 躲躲後面 其實都很辛苦 你躲後面 搞到他又遮不住你 對啊 我可以回答了嗎 可以 請講 他剛剛說 他在那個地下室陰暗的地方 其實我也是來自地獄的 我第一份工作 在基隆的造船廠 全部的工人都是黑幽幽的 湯巴鐵啦 這個衣服髒髒的 修理船的 全身都是幽黑 那個油垢的 舉個手 聽起來滿性感的 對 我看到那個 碰碰碰 然後有那個身體的熱度 靠近你 那個味道 就覺得 這個味道 好難受 一個月六千塊 擔任會計工作 我跟美人姐應該差不多年代 所以你八千塊是算不錯 八千五 八千五辦公室 我就是在工廠裡面 所以六千塊我就覺得好悶喔 因為我還要轉兩趟公車台 到得了 和平島這麼遠的地方 然後媽媽希望我可以考油武士 叫我去考什麼特考 我都不會考 就太好了 發薪水只忙一天 其他時間你就可以在那邊看書 不好看 每天進進出出 那個男生都是光溜溜 然後黑幽幽的 髒髒的感覺 我覺得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我回去 我學校的校長 我剛才講 校長 我幫學校拿了那麼多演講的 這個獎牌 獎狀 你可不可以幫忙我一個忙 校長說 你想要幫什麼忙 我說我找不到工作 我真的待不下去了 我實在沒有辦法做這樣的工作 於是他就幫我介紹了一個廣播電台 叫我去試試看 這是重要的關鍵 然後就叫老師帶我去 然後去到那裡之後呢 一看年紀太小 台長叫我回去 可是我就說 你讓我先試試看 就沒想到他真的讓我試音試試看 我就寫了一篇新聞稿錄了音 然後留下來我就進入廣播圈 開始做一個月 只有三百塊錢的兒童節目 一個禮拜一次 三百塊 一個月 對 因為他等於是給你一個機會 可是這個機會就點定了我一個很好的基礎 年輕的時候不怕苦 只要有人要值班 晚上你要請假 我來 早上沒有人要起來開機 我來 今天記者沒有到 要有人去跑新聞 我來 那我通通都懶在身上 而且自趣 我太喜歡不要坐在辦公室裡面了 我騎了摩托車到處跑 這邊喝咖啡 那邊吃飯 然後市政府環保局 到處去跑 我就結了很多的善緣 很多的人脈 他們說你聲音這麼好聽 你來錄那個廣播車 早期還有那個廣播車在路上跑 有沒有 全基隆市 你走到哪裡 全部都聽到我的聲音 有啊 他的聲音很有名 你不知道嗎 對啊 手裡捕賴喔 蛤 那是你喔 感覺到 我這個有錄過 豬油嫁喔 好吃的豬油嫁來了 都是你喔 對啊 不是啦 不是 不是 我跟他表情 放散散散散 喔 所以是 你哪在我怕媽媽好 我是那種 沒有啦 就是百貨公司 你當真耶 我都沒法醫 百貨公司有什麼優惠 有什麼打折 然後哪一家有什麼樣的好康 那要那個宣傳車去錄音 那時候是滿街跑的嘛 然後我接了很多的善緣 很多人就會把那個case 介紹給我嘛 然後我就開始錄音 後來發現 我老是占公司的便宜也不行啊 我都偷用錄音室 趁人家不在的時候 我就自己在家裡 弄了一個錄音室 拜託我媽媽投資 我買了一些機器 然後呢 我就可以賺多一份的薪水的 一個薪資 然後我就這樣子 慢慢慢慢在這個行業裡面 累積很多人脈 開始起來 所以努力了多久才有 就是之後成績比較好 年輕人薪資 余美人神蠢欲偷 謝姆哥哥 有 憲哥哥哥你幾年 三年 三班假假的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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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